大家好! 在這條影片中,我會介紹一下 用Unitrater在紙樣時的一些技巧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我會多拍幾條這類影片 希望幫到大家 好,現在開始 CREATE NEW 在CREATE NEW 我們在這裏設定檔案的名稱 輸入檔案名稱之後 我們要選擇長度單位 長度單位就在這裏選擇 我已經選擇了Cm 如果需要選擇的話,就可以按下 在這裏選擇你喜歡的 選擇就可以了 我用CM 另外,選擇 Working Area的寬度和高度 我已經選擇了100cm的寬度 和100cm的寬度 這個寬度和高度 其實是隨意的 視乎你畫紙樣的需要 例如你畫的那樣東西 需要大一點,你就輸入大一點 如果那個物件不太大 也不用需要那麼大 到時退位也很麻煩 所以就是自己去 因應你自己畫的東西 去設定這個Working Area的大小 這個Working Area 其實我就當它是一張紙 我就在這張紙裡 畫個紙樣出來 至於其他這些位置 我也不會去設定它 因為其他這些東西 都沒有什麼關係 也沒有什麼影響 所以我們都不用理它 我們就CREATE 出了這個Working Area 出來之後 我們就在這張紙裡 畫我們需要畫的東西 在畫的之前 大家看看上面 那些設置 和右邊的設置 是否和你畫面上的一樣 如果不一樣的話 你可以開一個Window出來 跟我這裏 藍色的Tick 這樣就出現了 如果有其他Tick的話 就先取消它 我們現在就馬上開始了 略為放大一點的畫面 先推到旁邊 在角頭上可以開始畫 好 我們就畫個長方形 在Rectangle 2 選擇Rectangle 2 在空白的位置點一下 設定去 幅度15cm 高度10cm OK 出現這個長方形 這個長方形 你就會看到 每個角都有一個小圓點在這裏 小圓點 其實是用來控制圓角的 你可以按住 拉 這樣就四個角 一起變圓的了 好了 但是 圓角的大小 其實我想設定它 推來推去 就有機會 雖然你看到尺寸在這裏 但是 未必那麼準確的 想準確一點的話 我們在這裏 這個位置 輸入準確一點的尺寸 給它 我想圓角 就是1.8cm 按Enter 好了 圓角就是1.8cm的圓角 1.8cm 其實是這裏 直到這裏1.8cm 這裏1.8cm 其實是圓圈的半徑 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有時候 我們需要一個角圓角 或者兩個角圓角 是怎樣處理呢 好了 我們可以再試一次給大家看 假設我只想要這個圓角 其他三個不用的 那我怎麼辦呢 那這裏4個小圓點 在這裏 好了 我們選取的工具 Direct Selection Tool 我們只選這個圓圈 好了 我們選了這個圓圈之後 只在這裏有個小圓點 即是說 只可以這裏才會做圓角 其他就不會變圓角的 好了 這裏又是這樣 那我要設定 確實的半徑圓角 是多少呢 那我們 咦 這裏不是這裏 走到這裏 走到這裏 Cornis 在這個位置 當你一個的時候 一個圓角的時候 它就走到這裏 那大家留意這個位置 不要以為 哎呀死了沒有啊 原來它在這裏 OK 那我們也是輸入它1.8cm的半徑 成為一個圓角 1.8cm Enter 好了 那這裏就是1.8cm的圓角 好了 那假設如果我要兩個 我要這兩個圓角呢 那又怎樣做呢 那又跟著這樣做 亦都是這個Direct Selection Tool 那我們選出這兩個 好了 選出這兩個 亦都是可以拖動它 可以拖動拖動到你自己喜歡這樣就可以了 那你沒有介意它組成 我覺得這個圓形 OK啦 那2.79cm 那就算了 那就放手 那就是2.79cm 但是你說不要了 那我還是設定它的尺寸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也都可以改變的 那把它改了 我要2.5cm 2.5cm 2.5cm的圓角 那設定了2.5cm之後 按Enter 好了 這個就是2.5cm的圓角了 那這個就是設定各圓角的方法了 好了 另一件事呢 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如果我要需要在這個位置有一粒劑柳 而這個位置呢 就是說 我要在這裏3.5cm 2.5cm 做一粒劑柳 在這個位置 那怎麼做呢 OK 那我先畫圓圈先 選取一個圓形工具 在空白的位置 點一下 出現這個對話關 選取一個圓圈 就是 1.5cm 那大家1.5cm 直徑又1.5cm 這樣才叫做一個圓形的 OK 我畫一個圖給大家看一下 好了 這個圖呢 就是我想給大家看的圖 上面是負 左邊是負 下面是正 右邊也是正 我們先理解這個概念 選取一個圓圈 按住中心點 移到角位那裏 好了 移到這個位置之後 出現一條橫一條直的分紅色線 其實呢 它已經告訴你 現在你的位置 就是正確在正角角那裏 可以放手 在這個情況下 那我怎樣去令到它 在這個3.5cm和2.5cm 在這個位置呢 是怎樣做呢 好 在這個小圓圈被選取的情況下 那我們指著小圓圈 按右鍵 然後 Transform Move 出現這個對話框了 那我們在這個水平線那裏輸入 過來左邊2.5cm 即是說 左邊是負數 那我們這裏打負2.5 然後呢 垂直下來3.5 下來是正數 下來下面 這裏是正數 所以這裏是打3.5 看著 這裏是負2.5 3.5 水平線負2.5 垂直線 是正數3.5 按OK 好了 這樣就對了 這個位置就是這裏下來3.5 這裏距離是2.5cm 中心點計數 好 大家要記住這幅圖的了 因為畫字樣的時候 經常要用到的 究竟那個位置是去哪個位置呢 靠這個位置我們輸入正數和負數 去告訴大家 我們要的位置是哪個位置 好了 其實同一個效果呢 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去做的 那我們現在試試用第二個方法去做 先用Rectangle 2 在空白的地方 點一下 直接輸入這個3.5cm和2.5cm這個尺寸 闊度是2.5cm 高度是3.5cm OK 好了 這樣的情況 我們可以直接去選取工具 然後按住中心點 把它移過來這邊先 好了 移過來之後呢 又是好像這樣 看到那條粉紅色線 我們現在是對正的角 好 放了手 然後直接選取這個圓圈 這個KeepLow這個位置 按住中心點 放入這個位置 好了 然後把這個小圍的長方形 按Delete 沒有了 其實就已經可以了 這個也是一個方法來的 是視乎什麼情況 我們用什麼方法呢 好了 今集講到這裡 下一集我會講其他的不同的技巧 多謝各位收看